注意本期内容非常硬核 但是砍完之后 你就会知道美国怎样卡住了中国制造业的脖子 为什么中国火箭动的上天偏偏芯片还是被卡 因为美国控制了制造业的基础 这一幕堪比腹底抽薪 嘿这里是极客队长 几周之前啊 我讲华为技术的视频点赞已经破1万了 那按照约定 今天我就接着讲华为 最近华为最大话题就是 几周之前 美国商务部右双弱拙出台的限制措施 就说只要华为和供应商 使用了美国的工业软件和生产设备 就要受到制约 注意啊 这里有两个点 设计芯片的软件和生产芯片的硬件 这里我做调查好了 你觉得软和硬哪一个更重要 丹麦告诉我 如果说生产芯片方面 国产企业还可以凑合一些场景 但是在软件上 中国差的就太远了 而关键的是 软件其实是生产的上游 也就意味着 美国不仅卡了中国脖子 还把头给卡 其实工业软件是整个中国工业体系当中 最大端板之一 很多人都觉得中国互联网排名全球前列 都是搞软件的 工业软件能差到哪 这真的是认知上了错误 这里有一张尼光男院士的PPT 你看啊 虽然中国互联网应用很厉害 但是中国的大型工业软件和芯片设计软件 是最为薄弱的环节 我作为工程师 在互联网界和工业软件界都待过 我留学时候的导师 就是工业软件界的专家 我当时实习 就是在北美的西门子工业软件研发部 那段经历 让我真正体会到了行业的难度和中国的差距 我觉得作为给大众的认知提升 这期科普很重要 今天我就来跟你讲讲 工业软件是怎么卡住中国脖子的 先来说说工业软件到底是什么 来 咱来做一个填控题吧 工与善及事的下一句是什么 以及没有什么东西别懒此气活 这两句本质上都是在说工具的重要性 而工业软件其实就是工业领域的工具 就像Word PPT Photoshop 它都是工具 是一样的存在 工业软件大概可以分成三类 帮助你设计的 帮助你仿真的 还有帮助你制造的 英文简称都是CA开头 也就是计算机辅助的意思 Computer Aided 设计的软件叫做CAD CAD 也就是Computer Aided Design 说白了就是画图 比如你造一个建筑 或者画一个零件 芯片都需要画图纸 之前都是手工画 现在就让计算机帮着画了 直接把标准件拖上去 组合起来就好了 仿真类型叫做CAE E代表Engineering 中文是计算机辅助工程 在用途上来讲就是试验 比如你买一个衣服 你是不是得试一下 现在直播带货的主播 也可以帮你试 其实仿真软件原理是一样的 就是帮你尝试 来看看设计是不是合适 是不是合理 制造类叫做CAM M代表Manufacturing 因为生产都要靠机器完成 操作机器其实就是靠CAM 比如你一台机床 你要控制刀头它怎么移动 怎么切割零件 就要靠CAM来完成 当然这些能力会被融合起来 成为一个大的概念 提供一整套服务 PLM 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电子领域的话叫做EDA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电子涉及自动化软件 对于中国 无论是PYM还是EDA 都完美地被国外 尤其是美国卡脖子了 注意 因为软件是一切环节的工具 卡住了软件就卡住了一切 这就等于 把你的作案工具给没收了 你想想 吃饭不能用筷子 喝汤不能用勺子 撒牙不能牙签 那是不是想想都疯了 这里说一句 你们不要带着民族感情 太相信华为的宣传 毕竟是商业公司 华为前董事长 徐志斌之前说了一句话 把业内都笑裂了 好吗 徐志斌大概就是说 没有EDA 华为也能搞芯片 就是不会那么轻松了 还举了个例子 说英特尔70年代就成立 当时还没有EDA 这些公司呢 大哥这是不轻松的问题吗 我说明白了告诉你 现在的芯片设计 和70年代完全不一样 甚至它都不是一个东西了 没有工业软件 你就什么都做不了 因为你现在 没有办法让工程师 只靠手来画上一个晶体管 sorry 瞎呼又可还行 就算是70年代好了 EDA这玩意儿 就是在硅谷诞生的 当年的惠普和英特尔 青年代中企 就已经在企业内部 自己探索了 之后才形成单独的产业 Synopsis和Cadence 才在硅谷创业 如今它们已经是 业内垄断一般的巨头存在了 就坐落在谷歌和苹果旁边 中国就是起不晚了 目前这块就是差很多 差了就要承认 不要嘴硬 那为什么工业软件 中国发展不好呢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难 先来做一个调查 你觉得工业软件研发 应该是计算机专业管的事吗 觉得是的话扣个1 不是的话扣个0 其实工业软件 看起来是一个软件 但背后是无数知识的结晶 是绝对的跨学科领域 它需要你 各个领域都没有短板 只有计算机专业参与 是绝对没戏的 首先它涉及基础学科 这里就要说说我的实习过程了 我当时实习的公司 是业内非常著名的 西门子NX 包括苹果等各种企业 都在使用NX这个软件 我实习的部门 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动画组 当时一看 这组挺有意思 做个动画片能有多难 客户也挺有名的 是特斯拉 当时他们在研发Model 3 外形还没有最终敲定 因为他们设计很新颖 有巨大的玻璃 还是电动车 有很多需求 确实是当时第一家 特斯拉其实给了几个版本的设计 需要让计算机 模拟出汽车制造的过程 来看看设计是不是合理的 不然可能设计挺好的 结果根本造不出来 我开始工作之后就傻眼了 这虽然是做动画 但真的不是动画片那种动画 能动起来就行 工业里面是要求很准确的 这可要难为死我了 我几乎天天都在研究力学 各种看什么理论力学之类的书 我看的头都要大 因为我要模拟几千个零部件的运动过程 计算每一个零部件的空间当中的位移 而且几个零部件之间 还有互相的相互作用力 就靠高中学的斜块小球 根本是不够用的 可以说工业软件的程序 如果不懂力学 根本无法下手干活 这些动画仿真 都必须是基于物理公式的 因为工业生产不是儿戏 不是好看就行了 是要能切实知道实际 于是我懂了 工业软件本质上 其实是把物理公式写到软件里 让软件快速实现运算 而且如果所需要的物理公式不存在 那就要先去推导公式 这就需要研究物理这种基础学科了 之后自然是需要计算机底层研究能力的 有些物理公式因为过于复杂 虽然理论上是正确的 但是计算不出来 这就非常像你明明知道 少吃多运动就能瘦 但你就是做不到 这是一样的道理 这个时候就要靠计算机学家进来了 要让计算成为可能 这里说一个非常典型的应用 CFD计算流体力学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下面科普一下 流体就是流动的物体 比如水 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空气 计算空气对产品的影响 是CFD重要的应用之一 这类仿真在飞机翅膀 和汽车外形设计的时候 都必须要做 如今其实已经涉及到更多方面 比如芯片的散热 其实CFD相关的物理方程 早在19世纪就提出了 但是它很难解 它长成下面这 这在没有计算机的时候 方程解起来非常困难 所以在之前基本都要靠实验 比如就搭一个风筒 然后把飞机放进去 再把风扇打开 然后用传感器收集数据 你要知道 搭建这么一套玩意儿 那可费老钱了 而且还特别耽误时间 于是1963年 两个美国人用IBM的7090计算机 第一次靠计算机解除了流体力学方程 之后计算机继续发展 让CFD越来越强大 比如内存的提升 让计算规模加大 就像你考试的时候 草稿纸的数量变多了 那中间过程都可以保留下来 还有并行计算的出现 让计算也更快了 并行计算就是让好几个CPU来同时计算 这样效率就加大了非常多 这就好比原来你只靠一只手 现在你可以两只手同时上 那效率肯定提升了 然而CFD这一块 我说实话 中国被美国拿捏得死死了 去年美国给华为近年刚刚开始 美国ANSYS就被禁售了 而ANSYS可是业内王冠级的供应软件 台积电连发科都是他客户 而他CFD领域名片级的产品 Fluent就在禁售之中 美国明星根大学CFD界泰斗 Philip教授就评价说 现在CFD分析已经完全取代实验 来设计工业产品了 如果美国和欧盟 真的认真执行相关政策 中国的汽车 飞机设计都要回去吹风洞了 工业仿制软件都被美德法三国把持 刚说的ANSYS第一 我工作过的新闻子第二 法国的达索第三 关键是欧盟和美国脱不开关系的 我之前视频讲过 美国和德国 那都是美国长臂管辖的老客人了 ANSYS收购了多少德国公司 我就不细说了 直白点告诉你 工业软件领域 美国依然操控全场 中国发展不好的第二个原因 是因为钱不够 说实话 做什么东西都不能靠用爱发电 我可以大方的告诉你们 我在新闻子时期的工资 当时我在一个非常小的城市 物价非常低 一个暑假两三个月 最后到手一万五千刀 差不多十万多人民币 非常香了 我有很多朋友是在国内做工业软件的 钱少到有多可怜 弹幕会告诉你答案 工资低是有市场原因的 因为这个行业头部效应非常明显 为了自己的研发周期不被影响 客户只会为最先进可靠的软件买单 而国产的软件在公平竞争下 面对高端客户是真的比不过的 毕竟为什么要赌上自己的未来 给国产松温暖呢 外国货物美价廉直接用 它不香吗 而且国外的工业软件 其实渗透到了 整个中国工程师的培养环节 现在绝大部分中国的大学啊 只要你是学工科的 一进入大学 马上就要学国外的工业软件 比如很多人第一个2D设计软件 就是AutoCAD 他的母公司AutoDesk就是美国的 学的第一个3D设计软件呢 就是学的Solivorks 他的母公司就是刚刚提到的 世界第三法国大所 你看控制住大学 就是控制住了中国未来的工程师 就从源头上把中国人才给控制了 那中国发展不好的第三个原因 可能是政策 扶持弱小产业 需要政策扶持 最起码市场上不给钱 政策上可以给点啊 我这儿呢可以告诉你 钱还是不到位 比如这次卡滑约脖子的EDA软件 两年以前由美国国防部牵头 开展电子复兴计划ERI 注意这里复兴的意思啊 可不是说美国这一领域落后了 而是说美国领跑的不明显 美国要扩大优势 ERI呢计划在5年内 投入15亿美元 约百亿人民币 而Cadence 也就是上面提到过的EDA软件巨头 获得了2400万美金的资助 注意 这只是多年来 美国各种政策扶持下面的一项 而看中国 统计表明 在15、15期间 对相关领域的各类政策投资 一共只投入了5000万人民币左右 在12、15期间 也不超过两个亿 差距一看便值 也就是说 美国一项扶持政策的强度 等于中国15年投入的50倍 这儿呢还有另外一方面原因啊 就是工业软件的位置很奇怪 你说 它如果是属于软件的话 那按照中国的分类 是属于工业应用的 那就应该归工信不管 但我刚刚讲了 工艺软件最关键的是 跨学科的基础研究 这就属于科技不管 哎 巧了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时刻 按照经验 两头都管的结果 就是踢皮球两边都不管 非常尴尬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观念上 觉得科研投入 软不如硬 还记得视频开头做的调查吗 你看有多少人 在直觉上觉得硬件 其实更重要 你看这次华为事件 很多视频都是在缴光刻机的 所以啊 很多时候 上面政策投资了 其实喜欢看到的是 你拿钱去建实验室 各种买高大上的实验装置 你投钱去买软件 研究软件 带来了啥效果 根本不好看啊 领导一来参观 给他展示个啥都不知道好吗 给他看一堆电脑 跟网吧似的 这多尴尬呀 这点呢 其实尼光男院士 也各种呼吁过 要让大家改变这种 软件不重要的思想 要知道工业软件 是和机床光刻机 一样重要的工业实力 最后呢 来说说中国的未来 现在啊 可以让大家放心的是 我们已经开始非常重视了 3月25号 还在疫情期间 工信部就借着 疫情联放联控发布会 给出了消息 工信部新闻发言人谢少峰说 我们将集中力量 解决关键软件卡脖子的问题 着力推动工业技术的软件化 而同时 我们也在其他政策方面 大力扶持 财政部就发布了 关于集成电路设计 和软件产业企业所得税的公告 说在企业盈利之后 直接给两年免税 三年减半 当然啊 有政策之后更重要的 还是要靠屏幕前的你们 中国的年轻人 在中国的人口红利之后 接下来就是人口素质提高 带来的工程师红利了 中国有世界上 最多的大学生数量 日后 已经拥有世界上 最大的工程师群体 我在这里呢 不是想让每一个人 都投身工业软件的 而是想着 如果能通过我这个视频 激发一些年轻人 对工业软件的兴趣 日后投身入海 那我也算有价值了 最后 建议你们和我一样 把期待提前打在公屏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